化工原理 是化工类及相近专业的主干专业基础课 要讲化工原理 必须先来看一看化学工程发展史 化学工程学始于20世纪 至今有百余年历史 其实过滤、蒸发、蒸留、结晶、干燥等单元操作 在生产中的应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据考古发现 至少在一万年以前 中国人已掌握了这陶器的记忆 五千年以前已通过中发海水基金制研 埃及人在五千年以前的第三王朝时期 开始尿造葡萄酒 并在生产过程当中 用布袋对葡萄汁进行过滤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这些操作都是规模很小的手工作业 作为现代工程学科之一的化学工程 则是在19世纪下半夜 随着大规模制造化学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出现的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化学工程已经成为一门有独特研究对象和 完整体系的工程学科 法国革命时期出现的与布袋式法制检 标志着化学工业的诞生 到19世纪70年代 制检 硫酸 化为 煤化工等 都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化学工业在19世纪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成就 例如12维法制检中所用的纯检碳化碳 高达20余米 在其中同时进行化学吸收 结晶 沉降等过程 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但当时取得这些成就的人 却认为他们自己是化学家 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 旅行化学工程师的职责 那么化学工程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英国曼切斯特地区有一个制检业的污染检查员 他叫戴维斯 他指出化学工业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往往是工程问题 各种化工生产工艺 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基本单元操作 如蒸油 蒸发 干燥 过滤 吸收和萃取组成的 可以对他们进行蒸活的研究和分析 化学工程将成为即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之后的第四门工程学科 但戴维斯的观点当时在英国没有被普遍接受 1880年他发起成立英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为佛成功 尽管如此 戴维斯仍继续根据自己的观点 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1887自1888年 他在曼吉斯特工学院做了12次演讲 系统阐述了化学工程的任务 作用和研究对象 这些演讲的内容 后来陆续发表在 曼吉斯特出版的化工贸易杂志上 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化学工程手册 于1901年出版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 阐述各种化工生产过程 共性规律的著作 出版后很受欢迎 1904年在他的助手斯文丁的协作下 又出版该书的第二版 与英国的情况相反 戴维斯的这些活动 在美国却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化学工程这一名词 在美国很快获得了广泛应用 1888年 根据洛登教授的提议 马森理工学院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定名为化学工程的四年制学士学位课程 即著名的第十号课程 随后 宾夕法里亚大学 戴伦大学 密歇根大学也相继开设了瑞士的课程 这些课程的开设标志着培养化学工程师的最初尝试 但这些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由机械工程和化学构成的 还未具有今天化学工程专业的特点 这样培养出来的化学工程师 虽然具有制造各种化工产品的工艺知识 但仍不懂得化工生产的内在规律 因此还不能满足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 戴伦斯实际上已提出了培养化学工程师的一种新的途径 但他的工作偏重于对以往经验的总结 和对各种化工基本操作的定性叙述 而缺乏创立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理论深度 1902年华卡尔寿命彻底改造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的实验教育 开始了对化学工程教育的一系列的改革 使化学工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华卡尔当时是著名物理化学家洛伊斯的助手 在此之前 他曾和尼泰尔一起城市化学工业方面的咨询工作 这种经历使他有条件致力于探索 如何把物理化学和工业化学知识结合起来 去解决化学工业发展中面临的工程问题 他在1905年受评于哈佛大学讲述的工业化学工程当中 以系统发挥了化工原理的基本思想 1907年华卡尔全面修订了化学工程课程计划 更加强调学生的化学信念和工程原理的实际应用 单元操作的概念是由美国化学工程专家 尼泰尔提出的 尼泰尔曾长期城市化学工业方面的咨询工作 1908年参与发起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并担任过该会的主席 对化学工程的兴趣以及通华卡尔的友谊 使他一直关心着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教育 1908年根据他的建议 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应用化学实验室和化学工程应用学校 让学生接受各种化工基本操作的实际训练 1915年他在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中 提出了单元操作的概念 他指出 任何化工生产过程 无论其规模大小 都可以用一系列称为单元操作的技术来解决 只有将分杂更多的化工生产过程分解为 构成他们的单元操作来进行研究 才能使化学工程专业具有广泛的使用能力 这些意见对化学工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单元操作概念的提出是化学工程发展过程当中 经历的第一个历程的话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化学工程又经历了其发展过程当中的第二个历程 那就是三传一反 即动量传递 热量传递 质量传递 和反应工程概念的提出 这是化学反应工程等后续课程将学习和解决的问题